沒有道歉之前 這個人不可以 不可以離境 談論是慰安婦人權促進會 特別北上來到臺日交流協會抗議 因為一名日籍男子藤井實驗 竟然親門踏戶 特地飛來臺灣 用腳踹 慰安婦銅像 畫面中可以清楚看見 日籍男子藤井實驗 一腳踹上慰安婦銅像 另一個角度的照片 還能看見有攝影師在側拍 公然挑釁的意味相當濃厚 畫面一曝光 瞬間引爆 各界怒火 抗議群眾一度跟警方發聲推擠 但警方早已嚴陣以待 早早就在臺日交流協會 佈置防禦措施 把抗議群眾擋在一條馬路之外 連遞交抗議書都不准 據瞭解 這名腳踹同向的日籍男子 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 自稱代表十六個日本團體來臺踢館 日方不願道歉 竟還放任民眾公然挑釁 臺灣的歷史傷痛 再度被無情撕裂